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最近呢,有很多粉丝问我 国产车的质量现在到底如何,能不能买 因为他们呢,最近想买车 看了很多款的国产车 感觉配置非常的高 对外观也呢,也非常满意 但是就是担心质量问题 想让我呢,给提个意见 然后呢,今天呢,就拍这个视频 给大家说一下 我作为一个修理工 我心中的国产车的质量到底如何 现在的国产车呢,卖的比较好的品牌 有长安,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 主要有这几种品牌 现在算销量比较高的 咱今天呢,就先说一下奇瑞 我对奇瑞的印象是非常的好 因为奇瑞呢,一直以来呢 都是走这个自主研发的路线 不管是它的发动机或者变速箱 都是自家的技术 尤其是它的发动机 我个人感觉质量是非常的不错 基本上没有什么小问题 然后它的变速箱呢 前期呢,有自主研发的CVT 双离合 可能前期的时候技术呢 家底不是太厚 技术呢,不是太成熟 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换挡顿挫 有时候挂挡不走路 这都是常见的变速箱故障 但是近几年呢 它们的技术也突飞猛进 质量非常稳定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对CVT的质量是非常肯定的 然后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呢,其实我个人感觉 它在这个燃油车的领域没有什么技术优点 主要是油电混合这一块 还有纯电这一块 比亚迪的技术还是非常的不错 最起码在国产品牌里面 它的油电混合或是纯电的技术 绝对是佼佼者 但是呢,比亚迪的油电混合 它的变速箱呢 有很多的小问题 特别是路由问题 比较严重 不知道最近几年的新车有没有改善 然后还有长城 我对长城的印象呢 就是油耗高 因为我身边呢 有很多朋友有这个长城的车型 它的发动机呢 是原来三菱的发动机改进过来的 像它的1.5T 卖的最多的1.5T 就是三菱的发动机 然后发动机内部啊 零配件呢 强化了一下 然后加一个涡轮 技术呢 可能比较老旧 所以它的油耗呢 有点偏高 但它的变速箱呢 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合资品牌的变速箱 变速箱质量呢 它算可以 所以说长城呢 就是质量一般 油耗偏高 咱们再说一下长安 长安呢 前几年的老款车型呢 有很多车友反映这个车身生锈 我也见过这个问题 有些车门的边框啊 还有车侧的边梁啊 时间一长 有的可能两三年就会出现锈迹 这基本上就是这个生产工艺的问题 还有材质的问题 不过最近几年长安车型卖的非常好 特别是CS75 CS75 Plus 外观设计非常的时尚 还有就是它的蓝晶发动机 现在蓝晶发动机呢 非常的出名 可以说是名声在外 前几天呢 也做了一个200小时的高转速的连续运转测试 这个直播呢 我也看了 我个人感觉呢 非常不错 因为敢做这个测试呢 厂家肯定一定非常有信心 要不然直播当中如果翻车的话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说呢 我个人对长安的质量也是非常的肯定 最后咱们再说一下吉利 吉利D豪呢 是销量非常高的一款车型 也是他们的看家车型 但是呢 我感觉吉利D豪的小问题有点多 前几年的车型 特别是D豪的EC715 方向机一响 底盘一响 还有些车内的电器 有些小问题 有很多车主都反映 这个问题呢 我也见过很多 也维修过很多 但是呢 自从收购Wall-Wall以后 吉利出这个高端品牌 领克 这个品牌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领克的整车的品控 非常的好 做工也非常的好 发动机技术呢 也非常的先进 因为汽车呢 有几万种零部件组成 它可能出现的故障也会非常多 我在这里呢 也不可能一句两句话 把全部都说清楚 我只说一些 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 也说一下 我对这几个品牌的主要印象 说实话 现在国产车的质量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只要是这几个主流的品牌 大家呢 也不要去买一些边缘小厂 不要车还没有搞明白 怎么回事 厂家就不在了 像某态 其实合资车呢 也有很多问题 像本田的机油增多 丰田以前的刹车10 还有福特的双离合 大众的双离合 大众的烧机油 所以说呢 汽车呢是工业品 它不是艺术品 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 现在呢 国产车的差距呢 和合资车越来越小 做工呢 也越来越好 外观设计啊 品质什么方面 控制的都非常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 只要是这极大品牌 就可以放心的去买 不要担心这样那样的小问题 它的质保呢 也都非常长 有的可能五年十万公里 有的发动机终身质保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只要你中意某款车型 你可以放心的去买 销量最能说明一切 只要它的销量好 质量肯定不会差 好 今天呢 小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用车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 给小韩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请关注小韩